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开始王子约节目的第一集到现在为止已经满一周年了 祝福王子约生日快乐 这个时候应该有点音效对不对 百货公司在周年的时候都会办百货公司的周年庆 结了婚的伴侣会有结婚周年庆 所以因此今天的这一集我们就想要跟各位听众聊一聊 我们王子约节目当初的发想制作以及对各位的感谢 生日的时候要唱生日快乐歌对不对 所以我们就先来唱生日快乐歌 HAPPY BIRTHDAY TO US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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子约生日快乐 大家你有想到王子约它是什么座吗 对6月17号生的呢是双子座耶 这个双子座的特点呢据说是聪明啊 脑筋动得很快啊 然后有敏锐的观察力很会说话很好聊天 好奇心很旺盛啊 然后呢像是这个有双重人格一样 因为双子嘛两个人对不对 那他同时也很善变啊 那呢喜欢美的事物有点搞不懂自己啊 不过呢这个双子座的优点啊 本节目通通都有 那缺点呢本节目都没有 然后呢我还查了呢网络上面呢 说这个6月17号生日的人有谁呢 有那个英格兰国王 然后有一位这个爱德华一世 他是1239年到1307年的这个国王 然后呢有一位非常有名的 台湾的政治名人哦韩国瑜 哦他6月17号生 那呢这个6月17号啊 也是那个冰岛共和国成立的时间 在1944年的时候 不过如果讲起双子座啊 有很多很聪明的优秀的人 都是双子座哦 像是古代啊有那个张居正浦松林 然后张学良彼得大帝维多利亚女王 然后呢那个 艺能界对不对 那个很有名的那个艺人呢 明星啊像是玛丽莲梦露啊 那呢他也是双子座的 那呢他也是双子座的 然后呢那个名人里面 像是摩根费里曼啊 米高福克斯也是双子座的哦 那我们台湾的艺人呢 或我很喜欢的艺人 像是那个SHE里面那一个 A啦有没有 还有那个刘若英啊 墨文蔚 梁静如啊哦 那呢都是双子座的 还有一位呢我们秀莲姐 这个前副总统呢呂秀莲女士 诶也是双子座的 哇双子座好厉害哦 真是沾到他们的光哦 那呢我们在这一集里头呢 想要跟各位呢分享一下 那我们当时呢这个成立网子曰节目的发想 制作的一个过程哦 就是嗯 为什么要呢成立这个做podcast呢 其实很简单的是 我很想呢 把我很热爱经典的这件事情呢 跟大家分享 那呢透过我的分享呢 可以给我的读者呢 跟受众多一种接触我们的方式 那呢透过我的分享呢 可以发现和找到呢更多喜欢经典的人 那我们可以在这个节目里面呢 彼此陪伴凝聚在一起 因为我们虽然不知道彼此的姓名 也有现实上面身体 地域上面的距离 但是其实我们的心灵是很靠近的 那特别是在经济资本挂帅呢 变动很飞速的年代里头哦 找到一个可以让人们不太费力呢 就可以发现自己 找到自己呢 的简易法门 就是我们可以透过不断在节目上面说的 就是透过经典智慧 可以发现一个更好的自己 这是原本呢想要呢 这个做像这样的一个节目的一个最简单素朴的一个想法 那呢在制作上面呢 因为现在智慧型手机跟网路很兴盛嘛 就是让我们随时随地都有新东西可以看啊 所以各位可以发现 不管是那个YouTube啊 Netflix啊 Facebook IG 或者是LINE里面啊 其他各式各样的这个社群平台啊 或者是网路媒体等等 就几乎是只要有手机啊 在我们每一个时刻里头啊 我们的注意力都很有可能被打扰 也就是说在这样的一个时代里头呢 我们的这个视觉的注意力啊 实际上其实是很难长时间维持在专注的状态 所以各位可以发现那个影片的制作啊 现在都越来越短了对不对 因为专注的时间呢变短了 但是呢当我们在跑步啊 运动啊走路开车 或者是做捷运的时候 如果我们是在听Podcast的话 我们一方面呢可以让眼睛休息 不需要受到其他视觉类的东西的打扰 但是呢另外一方面 也可以维持很高度专注的一个 沉浸的一个体验哦 因为当你在很专心听一个节目的时候 其实人们的那个听觉注意力呢 是比视觉更专注的 所以呢我们从后台的数据上面分析观察 也同样发现呢我们在Podcast上面呢收听王子曰的朋友啊 每一个单集的玩听率啊都高过呢我们的YouTube的频道 那通常啊我们会说男生啊是视觉的动物嘛 然后女性呢是听觉的动物 但是呢就我们王子曰Podcast的这个总体听众的比例来说哦 那非常特别的是呢这个我们的听众呢几乎是5比5很平均的哦 一般的那个Podcast的总总体听众啊就是基本上来说都是女高于男的 但是王子曰呢的节目呢却是呢几乎都是一半一半的哦 这样子其实是非常难得的事情 那呢王子曰是一个怎么样的节目呢 其实它就是一个关于经典诠释和现代生活讨论的节目 所以在这里呢你会听到许多经典的故事 透过这些经典里头古人的语录啊或者是他们的遭遇 他们碰到的经验可以带给我们呢很多启发跟感受 那呢这些经典的智慧呢也可以帮助我们呢成为更好的自己 那呢再谈一谈呢是有谁需要收听 然后呢为什么要收听这个频道哦 那呢为什么要藉由经典来发现自己呢 其实是我们在生活里头哦 会遇到呢各种大大小小的烦恼跟困扰 那这些烦恼困扰呢蛮有一点难以说出口的 或者是呢难以化解的时候呢 这个经典智慧呢常常就是帮助我们生命成长的补体素 有点维他命那种感觉 或者是说呢你在为人处事上面啊 有些和不同对象往来的纠结 那经典智慧呢也可以提供我们呢生活上面的应用 就是行动指南大补帖哦 所以如果说你想发现呢和帮助自己呢变得更好更优秀 那其实你应该要来听王子曰 那如果你觉得呢这个节目呢确实让你有所启发 你也很想呢让你的呢朋友变好变优秀 那你应该呢跟他们分享 那台湾呢听Podcast的人很少哦大概只有25%左右 你周围的亲朋好友啊可能不大会操作这个Podcast的界面 你可以教他和他分享 这个在佛教里面呢叫做法布施 一般人呢都是去庙里头捐钱嘛 这叫财布施 就是但是呢你把你觉得很好的东西呢跟你的朋友分享 分享你的理念啊感受啊心情 这是法布施 就是借用佛教的话来说的话 这其实是一个弘法的过程 佛教里面啊佛学里面讲这个三布施 第一个呢是财布施 钱财的财就是捐钱啊 第二个呢是法布施 红法说法这个布施 第三个呢是无畏布施 就大无畏的精神 就是把全福的全身心的生命呢都捐出去 无畏布施 那我们讲说呢把理念跟大家分享是法布施 这样说好像太伟大一点哦 不过其实确实就是如此啊 所以你看那个教团里面的法师啊神父啊 他们都会引用圣经里面的话或佛经里面的话来开示我们 对不对解开我们的烦恼 那我们一般世俗人呢没有这样子的一个修行的凡夫 如果说知道什么好道理啊 愿意去安慰别人鼓励别人 那其实也就是在修行了嘛 收听王子曰还有这样的一个好处哦 把你的感受收获和你的朋友分享 教他们呢使用现代流行的科技自立利他 那你和你的朋友呢就又多了一个共同的兴趣 共同的话题 你也就成就了一桩很好的功德 当然这也是对王子曰呢很好的鼓励支持 因为我们每一周呢都可以一起在云端相会 还可以透过Podcast呢交流对话 所以说呢如果呢这个你是盼望呢自我成长 然后对人文领域的学问呢有点兴趣的朋友 或者是呢你在准备考试哦准备大考 那或者是国家型的一个考试 这个考试里面呢是跟呢这个国文有点关系的话呢 你都很适合来收听像这样的一个节目 那呢这个节目里面呢所提供的这个经典的案例哦 都很可以呢帮助你的写作或是你的各方面的思考 现在的考试哦不管哪一个层级的考试都非常讲求呢素养表达 这个素养的表现呢就是要透过这些传统的经典呢 演绎出呢我们现代人合适合用的智慧 那我想呢这个节目里面的讲述的内容呢 很可以直接帮助到你 当然啦做Podcast哦还是必须要有一些先辈知识的 那我和我的共同创办人呢Roger可以说是从做中学 就是一边做呢一边学习啊然后做错了重新改正呢 就是再学那当然呢一边也是一种对我们自己个人来说呢 每一周的这个作业啊每一个月呢固定的定期的产出 然后我们要去看看呢讨论一下这个后台的一个流量数据 要节目制作的方向哦 这种讨论研究啊弥补错误摸索前进的过程呢 对我们两个人来说呢也还是蛮有乐趣的哦 那刚开始的时候呢包括要用哪些器材录音 用什么样的软体剪接用什么Podcast的host拖款服务 包括后台呢要使用哪个平台 那呢让听众呢提供赞助等等啊这些都是学问 而且某些程度上面来说呢开始试着固定上传档案 送交RSS feed到那个Podcast上面哦 并不会真的比修改论文呢简单到哪 那我的意思是说呢其实剪接音频上架哦 也还蛮搞刚的 那么目前呢我们网子曰啊 除了台湾人比较常使用的几个Podcast的平台呢 像是Apple啊Google Podcast啊KKbox Spotify以外呢 我们总共在13种Podcast平台上架 而持续收听王子曰的听众朋友啊 除了台湾以外呢 还有包括像是来自日本啊 新加坡中国大陆香港 马来西亚德国美国法国秘鲁巴西 菲律宾墨西哥加拿大萨尔瓦多俄罗斯 智利等等快要20个国家的朋友哦 那么王子曰在Podcast的不重复下载量 也已经很早就破万了 这些呢都可以说是我们阶段性的里程碑 在王子曰呢满周年生日的这一天呢 我要特别谢谢呢 这些长期支持追踪我们的朋友 谢谢大家呢每周点击收听 我想呢长期持续性的分享啊 就是我们对大家最好的回馈跟报答 我要特别谢谢大家 那么王子曰节目啊 主要是由我呢单口讲说经典 那呢这个王老师单口的节目啊 因为这个声音的来源呢只有一个人 很容易呢显得干燥乏味 所以呢为了让节目生动一点呢 我们原本就盼望说呢 每一个月啊可以访谈一位各行各业的来宾 请来宾啊分享他们的人生经验 学思历程或是比较喜欢的经典 那因为王老师呢是网路圈子的小白嘛 那我们制作节目啊除了热血以外呢 并没有其他资源的支持 大家在电视啊或者是YouTube上面 认识的那些名人啊KOL 对我们来说也就是活在荧光幕里面的人嘛 那我想说推广Podcast啊传播经典 最重要的是恒长性持续性 那经典呢既然是长经典要 那不如呢都邀请了素人来接受访谈好了 那么一方面呢素人的生活啊就和你我一样很真实 其次呢素人们虽然不一定口才很溜啊蛇颤莲花 但是只要一个人讲话是出自于真心 是真诚的所谓修辞力其成嘛 听众呢也很容易呢体会到他们的真心 那一年下来呢辽经市里头呢受访的来宾的分享啊也让听众们呢蛮有收获的 有些听众啊也会给我们回馈说哪一位来宾啊还蛮能说蛮会讲的哦 这是意外之喜意外之得 然后也让我们觉得呢很幸运很感恩 那这些呢其实就是我们发想呢制作王子约的过程哦 我想呢王子约呢六十集以来呢每次都是王老师自己在讲 对不对哦我们另外一位呢低调的制作人啊 Roger除了在首播跟辽经市现声以外呢 其实更是除了我本人以外 维系王子约节目呢最重要的命脉 那个Roger啊迷洋的色彩呢让很多梅啊 对他很好奇啊 我想呢为了欢庆生日嘛 Roger呢实在也应该呢自己再来说说 好吧那Roger换你咯 嗨大家好我是Roger 呃愧微近一年没有在频道上露面或说露身了 OK 我觉得啊人只要过了一个特定的年纪之后 那时间一年一年过的都超快的 在忙碌当中啊今年也过了一半 这集上架日子应该是 呃六月十六号了 对隔天就是王子约满一周年的日子 而在不知不觉中 确实就做满了一周年 生活是瞬息万变的哦 而不变的是每周都有王子约持续的更新哦 从一开始只有王子谈经典跟辽经事 后来心灵我们也尝试制作了冬季特期 让大家在过年的时候打麻将也可以边听着 在每周不断的修正以及精进 都在将王子约推向一个更好的境地 这一整年来啊 从后来第一笔数据到现在 能看得出我们是有所成长 而且成长幅度还蛮大的哦 当初在做的时候啊 想说只是做一个尝试 或许没办法做很久 但是殊不知做着做着竟然满一年了 而且还做的有点东西 从无人问津到现在 在YouTube跟Podcast都常有人留言与我们互动 甚至时不时有一两笔赞助来鼓励我们 像是看着一个孩子自出生到满周岁 亲自看着他成长茁壮 成了现在这样 我觉得甚是行为啊 希望在未来的一年 王子约的节目能够越来越好 原本的观众和听众 希望你们能够继续支持王子约 影片能够多看几遍 Podcast也可以去多听几遍 帮我们刷刷流量 并且希望你们可以邀请更多的观众和听众加入我们 与我们一同分享阅读经典的喜悦哦 另外我们聊今世的朋友呢 知道王子约节目啊满一岁了 也为我们呢带来许多祝福鼓励 让我们也一起听听他们的祝福吧 哈喽大家好 我是淑美教练 恭喜王子约满一周年咯 感谢各位听众在这一年间上线收听 我们透过各行各业的经验分享 与古代经典的智慧 刺激了我们的思考成长 最后祝福所有的人身心健康平安喜乐 您好 我是疗金士的淑芬妈妈 恭喜王子约满周年 感谢王子约的用心 让我们在疫情期间 有一个这么知性的节目可以相伴 除了吸收心知 也能抚慰身心 很荣幸有参与王子约的机会 也祝福王子约 收听率节节创新高 哈喽大家好 我是疗金士里的斜杠青年Vanessa 大家收听过我的那一集了吗 自认为还蛮精彩的啦 还没有听过的可以去听听看哦 首先恭喜王子约即将满一周年啦 带给我们丰富的知识 以及各种精彩的人生故事 实在是一个很棒的节目 我目前在澳洲旅游将近一个多月了 旅途中每个礼拜必定收听 而且有些主题会一听再听 吸收不同的观点 提升自己的眼界 谢谢王子约陪伴着我 为我的旅途增添了许多乐趣 也很荣幸能够成为王子约的访兵 谢谢 最后祝福王子约频道大红大紫 发光发热继续带给大家许多欢乐与感动 哈喽大家好 我是辽金市房仲建卡 恭喜王子约周年庆生日快乐 在这个知识大爆炸多用化时代里 很感恩王老师创办的王子约 因为事到变得太快 可以看看古圣贤门遇到事情怎么处理的智慧 通过历史反省自己 就这样听着听着 很快王子约也一年了 再次谢谢老师给我们带来 言有忠私有君有处处 老祖宗的智慧 然后看看我自己 都有进步了吗 有没有效法 还是有原地打转呢 不管如何 祝福这么优质王子约的节目 长长久久 希望更多人能接触 然后订阅分享开启小铃铛 让老师与古圣贤大德门的智慧永远流传 大家好 我是辽金市房仲宇慧 透过王子约节目 带领我们认识各个不同领域 结合古圣贤的智慧 陶冶我们的信心 提升我们的内涵 宇慧在此祝福王子约周年庆 生日快乐 也请大家记得按赞 分享订阅 还有一定要开启您的小铃铛哟 嗨 大家好 我是王子约辽金市里面的Sereen 有些人可能记得我 有些人忘记了我 没关系 但是你一定要记得 王子约辽金市哦 尤其是王子约辽金市里面的主持人 王子的声音 你一定要记得 我要在这里说 太不容易了王子 一年的时间 如果是我 我宁可选择去睡觉 我宁可选择去运动 我宁可选择去自我照顾 可是你在工作之余 你把时间奉献给了这个辽金市 而且持续不断的要约各行各业的人 把他们的心得 把他们的经典分享到这个辽金市里面 让更多的人传送跟接触 从中受益 哇 这真的是不容易的一件事 更何况所有的听众 你都不认识他们 但是你却愿意这样热心的奉献 我觉得真的是太令我敬佩了 我相信这也是很多我们经典里面 想要鼓舞我们大家的走向社会 走向大我 把小我的所得奉献出来 因为我们都是从大我里面 汲取很多营养 然后我们就可以得到 我们想要的生活跟幸福 感谢你为大家所做的这一切 并且恭喜你 希望王子月辽金市能够长长久久 服务更多更多更多的听众 恭喜你 你太棒了 太了不起了 谢谢你 各位听众好 我是万卷楼总编辑张燕瑞 感谢邀请 很高兴能够跟各位再次以声音相会 王子月的频道是一个充满知性感性和温暖的节目 今天已经开播一周年 十分不容易 诚挚的祝福王子月频道 开播周年生日快乐 越办越好 也祝福各位朋友身体健康 诸事圣意 在疫情期间 让我们多多收听王子月频道 期待我们都健健康康 各位王子月辽金市的听众朋友大家好 我是辽金市里的方天公所长 在这里恭喜王子月这计划满一周年了 祝大家周年庆快乐 也再次感谢王教授的邀请 让我可以以台湾第一线警察人员主管的角色 分享警察工作的干苦谈 也让我重新检视我们警察工作上 碰到的大大小小问题 尝试寻求解决的方法 也请听众朋友多多给予警察支持 我们会持续的进步 坚守岗位 守护社会的治安 最后祝大家身体健康 出路平安 谢谢 哈喽大家好 我是辽金市第九集的雄毅秘书长 那非常恭喜王子月频道即将要满一年的周年庆 哇一年的时间真的很不容易啊 能做任何频道最困难的就是一开始的第一年 所以非常恭喜王子月频道 能够坚持一年 也希望呢 未来有很多的一年 王子月频道能够继续的 把传统文化 或者是我们跟我们生活相关的这些好讯息呢 来继续的跟大家分享 并且频道能够越做越好 主题也越来越多 听众人数呢 也能够这个越来越多 成倍的增长 那在这个地方呢 也非常感谢 那个 同意做专访 对我来说 也是很 很好的一个学习机会 也希望之后呢 还有更多的 能够听到 采访更多的 各方面的 这个接触人士 能够 听到更多 更实用 更有趣 更多不同领域的 实用的讯息 好 在这个地方 再次恭喜王子曰频道 做年庆 所有王子曰的听众们 大家好 我是 杨锦珍 然后是从 之前是从事一名记者的工作 娱乐记者 然后 首先要先祝王子曰就是 生日快乐 然后过去再给 王子曰受访的过程当中啊 觉得非常有趣的地方是 因为其实很多我们看似 好像是上一个世纪 可能好像好几年前的 道理 或是一些书籍上面看到的文章 或是片段的字句 我们可能都会觉得 那是附庸风雅 我们可能都会觉得 那离我们好遥远 可是当人生经历过一些 波折或是经历过一些 工作或人身上的一些 转变的时候才会发现 原来 不管你年轻的时候 想要你的人生过得多么的特别 想要你的人生过得 比别人多不一样 但到头来 其实都是一样的 到头来 其实会发现 原来那些我们在书本上面 看到附庸风雅的字句 或是我们看到别人的人生经历 或许在平凡的人生当中 其实我们经历的事情是一样的 因为本质的道理是不变的 然后过程中当然也是 主持人非常的贴心 然后他会在一个 他会让你先做好准备的功课 然后他也会再让你 让你在一个很舒服的环境里面受访 所以很谢谢就是 王子约提供了一个 大家可以就是来抒发 或是来谈自己的人生 或是来分享一些自己所看见的事情 那祝王子约就是满一周年的生日快乐外 也希望王子约可以长长久久 然后陪伴着大家一起成长 我是辽金市里的目的演奏家梁亦章 恭喜王子约周年庆 祝王子约生日大快乐 我是辽金市的大监情家 是等见弟子 恭喜王子约 王子约生日快乐 实在很感谢朋友们给我们的祝福 就传来我们共同认识的年轻朋友呢 燃逸走了 虽然我和这位过世的朋友呢 来往并不多 但媒体上面呢 传来世界各地的这个疫情变化呢 却让我感受很深 接下来呢 是我们台湾疫情啊 也变得紧张起来 我记得呢 在新闻正式宣布三级警戒以前呢 我的健身房朋友呢 就要我火速到对面亮饭店啊 去购买日用品 我记得呢 那天呢 是礼拜六 我11点呢 到全联的时候啊 架上呢 已经没有豆腐 鸡蛋 也没有牛奶了 我觉得实在是很夸张 然后呢 新闻就宣布说三级警戒 后来呢 我们就开始上网课 那接下来呢 有好几个礼拜呢 我家楼下呢 会时不时呢 传来呢 救护车的声音 我有认真的数过啊 大概一天呢 里面夸张的时候啊 会有八次呢 这个救护车 经过我家楼下 那我住的地方呢 是交通要道嘛 本来每天啊 都很塞车 是有警察站哨的那种地方 然后因为很多公司啊 都改成远去 或者是分流办公的原因啊 那个路上呢 一下子就变得 没人没车了 就很像是除夕夜那样 不过呢 是变成是白天 我就在想啊 那如果我死了 会留下什么呢 我写了蛮多的这个 教学用书啊 我编课本 不过呢 除了我和编辑以外啊 其实我觉得这些书没人看 因为学生呢 其实也不爱看书嘛 后来呢 这些书呢 都拿去店便当和资源回收啊 那呢 我也写了呢 几十篇论文 留下一些呢 ISBM 然后DOI的数字 不过呢 学术圈子呢 大咖实在太多了 谁也不服谁啊 可是世界改变啦 改变了的世界 就像连续句说的 回不去了啦 在特斯拉的老板呢 Eromask呢 还没找我去火星以前呢 那我在这个危险的地球上 要怎么自我安顿呢 诶 大家可能不知道 王老师蛮想去火星的哦 如果有兴趣的朋友呢 可以回去收听我们EP22集 谈那个脱单量子纠缠的那一集 那呢 所以就是这样的一个想法呢 当我和ROGER呢 聊起来说 传播经典好声音呢 可以身心安顿 生命疗愈 生活应用的时候哦 本来呢 我是去向他取经的 后来呢 借重他的长才呢 我们就一起开了王子约的节目 那未来呢 我想呢 当我死的时候呢 或者是我去火星的时候呢 我的声音还在地球上 还在云端呢 这样子呢 不知道是不是就像老子说的 死而不亡 那当然呢 疫情延烧啊 到现在呢 过了一年 节目呢 已经上架六十集了啊 在这一年里头呢 仍然有一些我身边的朋友走了啊 也因为呢 疫情的原因啊 连功绩都灭了 所以呢 大家都常听到说 无常是常啊 无常是常 无常是常 原来不是格言 是真的耶 而且是时时刻刻呢 都在进行着的 如果说呢 连生死这种大事 都变动的这么大 那么我们每天碰到的开心 不开心 又算得了什么呢 啊 讲到这里怎么变得 有点哀愁起来喔 其实庆祝生日是不应该伤感的啦喔 王子曰的生日喔 是一个里程碑 可是呢 创办王子曰喔 背后却有一个淡淡的哀愁 但是呢 日子还是要往前走的啦喔 我想呢 创办王子曰这个Podcast节目喔 不是因为每个人都在做 因为呢 在节目三集警戒的时候上架 实在是太纯了喔 对我们来说呢 这个王子曰不只是一种 新的创作形态 也是一种默默的耕耘 就是很想当你的同班同学 陪你度过一段生命 拥抱一场青春 展开下一次的浪漫 所以不管呢 你现在的日子过得怎么样 我都盼望呢 王子曰可以陪伴你 一起生活 在每一次呢 和你一起共度的时间里呢 我们一起呢 走向一个更好的自己 发现更好的自己 因为每个日常的片刻 都在种下重大的抉择 每个平凡的早晨 才是真正的挑战 最后呢 归纳一下呢 这一集呢 不是重点的重点整理喔 特别感谢呢 收听我们王子曰的新朋友 旧朋友 谢谢我们所有朋友呢 给我们的所有祝福 王子曰团队呢 会带着大家呢 满满的祝福 和大家一起 携手实现梦想 那王子曰是一个怎样的节目呢 他就是一个呢 讲述呢 这个经典智慧 那呢 和生活讨论的节目 那在这边呢 你可以透过古人的语录 或者是他们的生命遭遇呢 带给你的启发感受 让你呢 发现更好的自己 那谁需要收听王子曰呢 如果你是一个呢 很盼望呢 自己生命成长 那呢可以呢 希望呢 陪伴你疗愈生命 那呢 可以透过呢 经典智慧去安慰别人 鼓励别人 做一个生活里面的实践修行 或者是呢 你正在呢 准备考试 那呢 这里面的这个故事呢 或者是古代的这些语录呢 都很可以呢 帮助你应用在你的考试和生活里头 好 那么如果呢 您觉得呢 听完呢 王子曰 对你呢 有收获的话 那呢 也很欢迎您呢 邀请您 可以把王子曰呢 的节目 和你身边的朋友呢 分享 然后转发 然后按赞 留言 标示呢 五星好评 最后呢 我想要跟各位分享说呢 每一个日常的片刻 都在种下重大的抉择 每一个频繁的早晨 才是真正的挑战 好 今天就讲到这里 希望今天的这一讲 可以开启你更多 关于经典和生活智慧的想法 端午节过了以后 一年就真的过去一半了 2022的下半年 你是不是很盼望打破风险 变得更进步呢 如果你喜欢王子曰 欢迎你把我们的节目 和你周围有需要的朋友分享 王子曰在各大Podcast平台都可以找到 还有如果你有任何的问题 欢迎你留言或私讯我们 谢谢大家的收听 让我们透过经典好声音 感受经典智慧 一起发现一个更好的自己 我是王老师 我们下次见哦 拜拜